经常和你打扫卫生的人 战斗力绝对不一般 各位观众老爷们好 我是AnimeFan 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 DVR兵长的绝技 无敌烽火轮 这片子不太对吧 DVR兵长的绝技 无敌烽火轮 说起晋级的巨人中的人气王 那肯定是我利维尔师官长莫属 他是团长眼中调查兵团的当家发蛋 队员眼中总喊着 让你打扫房间的更年期老妈 主角艾伦口中的斗丁大师 当然这都是玩笑 利维尔作为人类武力天花板 他的强大那真的是肉眼可见 别人打巨人都是一命相搏 只有他跟下班回家买菜似的 玩的根本不是一个游戏 他最近不是又切了个红吗 一通操作看得人眼花缭乱 帅得掉渣 不过巨人又不是烂大街的一世界设定 开挂班的强大必有其缘由 今天在下就和大家细细探究一下 兵长无双战力的源头 以及眼花 在说历史之前 先要解释一个利维尔招式中最核心的设定 反手持刃 若是你留意兵长的每次战斗 不难发现他的攻击方式较于别的士兵有很大的不同 他很少用砍的 而多数用削 几乎所有战士都是双手同时下劈 来攻击巨人的后颈将其消灭 战士刀也就是为此而设计的 但是利维尔不同 他是一只手正握 一只手反握 靠着自身旋转 先正手一刀 再反手一刀 如圆距一般 螺旋一周 瞬间完成击杀 这样另类的攻击方式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原作剑山老师在肯尼的回忆中 有过这么一段他教授年幼的利维尔用刀的描写 作为刺客的割侯者肯尼 他的用刀准确来说是匕首的使用方式 就是反握 而这一点看来毫无保留地被利维尔继承了下来 日后兵长种种神迹 就始于这小小的一传 接下来数年的摸爬滚打 让利维尔的战力稳步提升 有了立体机动装置后 更是在狭小的地下街练就了一身跑酷般的身法 这也为螺旋刀法的进化练进了坚实的基础 利维尔在地面上第一次巨人战练习时 一开始就展示了反手持刃 这还遭到了毛哥的质疑 然而随后首次展现的螺旋刀法 就让一旁观看的毛哥瞬间哑口无言 一出道便技压群凶 然而兵长并未就此停住 在一次次战斗中 他的刀更快 使用的更为灵活 再配合同样是来自刺客战法的断刀投掷等技术 他的武力值来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这还没完 他还掌握了一项专属特殊技能 也就是之前提到的无敌风火论 悬刃大风车 说起这个技能也不是凭空产生 他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利维尔第一次避外探索 当时由于自己的毒断 造成两位死党惨死于一奇心种口中 备份交加的利维尔再次力量觉醒 一下突破了自己的极限 首次使用出了这一招大风车 这招抢在两点 一 保护自己 高速旋转的刀刃使得利维尔暂时处于无敌状态 任何企图在此时抓住他的巨人都会成为肉块 二 出其不意 旋转的刀刃使得利维尔可以在巨人身体上高速前进 造成杀伤的同时迅速接近其要害部位 与女巨人的一战便很好地诠释了这招的强大 动画这里还有个小细节 兵长是在女巨人出招之前 便已经转换成反手持人的攻击态势 女巨人这一做出攻击便直接大风车反制 这种情况用游戏术语来说就是预判走位 而漫画里则是在女巨人出招之后 利维尔才迅速赚刀加以应对 相较而言 动画的利维尔显得更加精明 也更为强大 时隔四个月 当我们再次看到兵长拔刀挥向兽之巨人时 他的刀已经快地看不清了 我们只能从行道路线上推断出这还是那招大风车 吹了这么久兵长 难道他的这招就真的学不会吗 其实感觉上也不是 你看有着同样血统的米卡萨口爆 你看米卡萨接近铠甲巨人 炸出来那这一幕中 使用的身法是不是颇有点兵长的影子 当然论速度还是难度都远远不及兵长 可能只是因为 长得太大只了吧 从兵长的首次亮相 到肯尼的回忆 再到每一次或与巨人或与刺客的搏杀 最后到雷霆一击 怒砍受剧 兵长反手持刃的设定 贯穿始终 成为他人物塑造上精彩的一笔 从此就能看出原作剑山老师的用心 也能体会到动画组很好地接受到了老师的用意 并且出色地把它表现了出来 不禁让人感叹 好的故事与好的动画制作团队的精诚合作 迸发的能量是多么震撼 好了 关于兵长的战力分析就先到这里了 之后我还会推出更多 进击的巨人的相关评述 以及更多的动画幕后故事 所以还请订阅 点赞 分享 通通来一套哦 我是AnimeFight 那我们下次再聊 好 死人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